美修姊妹平安 平安 剛才這個Poncorn的應該是 我想應該是打的應該是 我們現在終於一本的 但是剛才劉爾長老太 我們今天要分享的是 你們的哥哥本的委託 那我們今天呢 我們要講說懷疑跟相信 很多人包括我們記不懂 即使我們性責 我們其實也常常有時候 在這兩個面下 在那搖擺不定 不管是我們的生活 常常會這樣子 真的有時候 我們在等待上帝的時候 你在祷告的時候 我們會覺得說 哇 為什麼上帝你是沈默的 是不存在的 特別是有時候 我們看到剛才這個畫面的時候 我們看到說 這個世界上帝是公義的 是憐憫的 為什麼會是這樣子呢 你就是忘記他 有的時候呢 我們會去想說 欸 懷疑是我們生活當中 我們會去面對的問題 特別像新約 有提到說 耶 耶穌他顯現的時候 他顯現的時候 他的門徒一樣 懷疑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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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今天講說 不要憂慮 但是有 不要憂慮 但是我們怎樣 像你講的 不要憂慮 因為我們是常常憂慮 常常甚至懷疑他的話 是真的嗎 我們 就是可以去想說 如果是理性的懷疑的話 可以幫助我們什麼 幫助我們 這個信仰 可以更加更加深 可是實際上是這樣 實際上我們常常是負面的想法 我記得有一個有關基督徒的 笑話的故事 他怎麼講的 他說 我們基督徒啊 上天堂不敢當 下地獄的時候怎樣 下地獄的時候不能當 所以要在空中辦法當 有沒有 這是進退娘娘的信仰 當進退娘娘的信仰這樣子久了 會產生信仰的危機 在生活當中 在工作職場也是一樣 如果你有懷疑的因素在裡面的話 你沒有辦法在你的生活 在你的工作當中 產生好的效能出來 夫妻相處也是一樣 我跟別人多講一句話 哇 就不得了 回家太太東問西問問 或是太太拿著名片 這名片從哪裡來啊 所以我們是不是可以說 懷疑似乎是人的偏心 但是我們今天要來思考 我們今天要來思考是 如果說懷疑 在信心當中加上一點懷疑的話 那會怎麼樣子 我們首先我們來理清的是什麼 我們覺得懷疑跟相信 它不是對立的 怎麼說 懷疑跟相信是對立的嗎 我們去想 是這樣子嗎 懷疑跟相信不是對立的嗎 懷疑跟相信 另一方面懷疑的對立是不信 因為懷疑你產生負面的時候 你就是不信 但是如果懷疑成為正面的時候 你就怎麼樣子 懷疑成為正面的時候 你會因為這個懷疑跟自己的內心 產生對話 就會在這個對話當中 不斷不斷的信心就變大 所以阿古斯坦曾經有講過一段 一句話他說 我懷疑所以真理存在 那我們也可以說懷疑像是 無論的比喻好了 懷疑有點像我們在打網球 在網球場上 在打網球的那個網子 我們可以去想像說 如果你在打網球的時候 沒有這個網子 或者是網子 你打個五分鐘 大概就是這個 我要去 因為它沒什麼挑戰性 很快就過了 但是當你有網子的時候 你就有困難 在這困難當中 你沒有樂趣在 因為他們的球 可以越過去的時候 它就怎麼樣子 或是信心可能就真假 甚至呢 你的信仰的高度 也就正明顯了 那我們今天剛才 劉長老他所讀的 我們一起讀的這一段經文裡面 詩人他跟我們一樣也怎麼樣子 詩人跟我們一樣也處在一個 困難的環境當中 處在一個鬱悶的環境當中 為什麼 因為他這段經文面對是什麼 他們已經 國家已經亡國滅亡了 原本依靠的是巴比林 巴比林也不能夠依靠 所以他怎麼樣子 他這首詩不是針對他自己的 他是針對他整個國家 民主所發出的 哎 主王上帝 我的上帝 你怎麼沒有去聽我的禱告呢 怎麼沒有在患難當中 我在求告你的時候 你怎麼沒有幫助我 讓我看見這一切 這有點像是 我們在為著我們的環境 或者是為著我們所需求的事情 在祷告的時候 有沒有可能有一個階段 有一點像詩人 他這邊第二節第三節 舉手禱告 神沒有隨聽 到最後怎麼樣子 我的心就不肯受安慰 而且怎麼樣子 一想到上帝啊 沒想還好 一想到上帝就怎麼樣子 就煩躁不安之外呢 我們根本就遠離上帝 請戀發誤 這是痴人的狀況 有可能在我們當中 我們也是有這樣子 心裡紛亂的狀況 所以以至於到最後 我們會怎樣子 我們會對於我們的信仰 或是我們的上帝 開始去懷疑 去懷疑難道上帝的恩典 難道祂的慈愛 是信實的嗎 難道祂的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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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難道相帝忘記開恩了嗎 一連創的疑問在我們當中 所以有可能就會變成 我們剛才講的 相片他不單單 相比於人道 要在空中 辦安當的一個狀態之下 這些都是詩人他的經歷 也是我們在當中我們的經歷 但是我們可以去想一想 詩人跟我們有什麼不一樣 不一樣的點 他在說這是我的懦弱 我要去追面至高者的棉拜 我們都同樣會處在這個環境底下 也會有這個狀況 但是他怎麼樣子 他發現了一件事情就是 他發現什麼 這是我自己的懦弱 自己的想法 我們來看這個懦弱 這個詞很特別 他翻譯叫做懦弱 可是他在原本用的意思 他可能是一種 這是我的哀哭或者是憂傷 甚至是怎麼樣子 到一個階段的時候 他陷在那個環境底下 他原本的意思是怎麼樣 生病 層 層級就是生病的意思 這很特別 我們會陷在這個地方 但是詩人跟我們不一樣的是說 你要去回想 你要去想 有可能我們現在這個當中 我們會變成是忘記上帝的作為 忘記他的恩典 這個人是誰 這個人是那個羅斯福總統的太太 都知道羅斯福總統的一些 他在當時候的一些 對美國的一些所思行的一些作為 那他的太太也不外乎 他甚至是不輸給 因為大部分都注意到羅斯福總統 他的太太在人權方面 也非常的有貢獻 他說了這麼一段話 他說全非你給得起 除非你自己允許 可是否則沒有人能夠使你痛苦難過 除非你自己允許 否則沒有人使你痛苦難過 不是嗎 我們從這一段 剛才我們一起看的詩 我們可以發現詩人 或者是我對當時候做的意思 對我們自己的脾行 我們可以發現到什麼 發現到是什麼 當你在一個很悲傷的環境當中的時候 有可能是這樣子 你忘記上帝在過往當中 對你美好的作為 就像我們今天 金句所長 我要提說耶和華所行的 經驗與古史的情勢 你要思想你的經歷默念 提說思想默念 這幾個字 看起來是動作 好像是已經完成了 在你過去所做的事情 但是很妙的是什麼 很妙的是 你去還原他的磁性的時候 你會發現什麼 你會發現原來他還沒有完成的 他是那種不斷不斷的去思想 有可能我們覺得 像你在過去已經有辦法完成了 表示已經結束了 沒有 是人在這邊講什麼 你要不斷不斷的去回想 不斷不斷的去思考 不斷的去說 不斷的去見證 相比在你生命當中怎麼做 否則他在你生命當中做的 你沒有一直不斷的去訴說 很可能就在生活瑣碎的事情 或者是就在工作 在生活當中你就會忘記了 要記得很特別 居然是什麼 居然是要一直不間斷的 還沒有完成的 是不間斷的去思考 去思想上帝的作為在我們當中 所以我們是不是可以從這一段話 今天我們這一個經我們去發現什麼 我們去發現 因為上帝跟我們不透過詩人 跟我們要表明是什麼 我們要有時候將自己的感受 自己的感受去轉向上帝的作為 有沒有 有時候我們會先在那個感受當中 但是要將那個自己的想法 把自己的感受去轉向上帝為我在當中所做的事情 甚至是怎麼樣子 有可能我看見的是什麼 好像他已經在這件事情上不管了 我感受不到這個存在 但是詩人幫助我們可以學習的 不只是把自己的感受 他在第10節講的 這是 華語中文翻譯是 這是我的夢多 這是我不足的地方 把感受轉向上帝過我的作為 同時怎麼樣子 這個感覺上帝在這當中 是一個不做事的感覺 但是我們再重新的再回到說 欸 他過去怎麼拯救我 你去想想 你過去怎麼信主的 那個歷程來幫助我 再一次的去回想 沒一個人信主 我相信喔 這邊即使是共產黨 也不可能是這樣 沒有人信主是被拿槍跟刀逼著喔 你要去透過這樣子去想說 欸 上帝那時候怎麼讓我經歷到說 他是拯救 他是信使的上帝 同時我們也可以 從這一段詩篇裡面去看見什麼 上帝怎麼從大自然的變化當中 看見他的大能 他的恩典在 我們這邊會談說 他有點像約會記 上帝用大自然去開啟 那我們今天 不花那麼多時間來說 上帝怎麼對約會 來開啟透過大自然 我們可以去想想 有沒有一種可能是 有時候你很忙 來不及了 來不及把這個工作完成 但是上帝大好 這時候下了一場雨 舒緩你的工作壓力 舒緩你的整個工作的流程編換 這是我先生跟我分享的一個經驗 他在講說還好有下雨 要不然他就火燒屁股 不知道怎麼辦呢 那這時候因為我們傳福音 不太可能七七八七八八跟他們講說 這信耶穌有多好 這時候你只要輕輕的跟他講 這不是叫做恩典 什麼叫做恩典呢 我們不需要一天到晚跟著別人說 真的福音的大能 總是怎麼樣子 但是上帝會透過 上帝會透過各式各樣的環境 來去告訴你 來去幫助你 他的恩典共有 他的大能是全能的 有時候我們沒有辦法去了解 上帝的作為是什麼 但是我們只要在這當中去相信他 有時候你在那個困難的環境當中 怎麼樣今天這個詩篇告訴我們 我們提醒我們是什麼 要是我們在困難的當中 我們沒有辦法去看見那個 感覺好像沒有辦法去看見那個黎明 感覺那個怕望 覺得什麼 覺得說哇事情就是這樣子了 就是往這個方向走了 看起來好像完蛋了 但是沒有 這段經文也告訴我們 我的意念非同你的意念 我的道路不是你們所想的 有時候上帝把你放在這個環境裡面 幫助我們怎麼樣子 幫助我們 可能是原本你有一些很好的恩賜也好 一些可以用的能力也好 但是上帝把你放在這邊 暫時看起來好像用不著 或者是看起來好像無所用 但是其實是怎麼樣 其實是幫助你 有沒有可能一個環境之下是更提升 幫助你的恩賜 或者是幫助你更多更多的淬煉在這當中 我一直就像以撒亞說的有一段話 就是說行事不憑眼見判斷不憑耳聞 有沒有可能也有這一個想法在這當中 那我們再來看是 從這一個這一段經文裡面 我們可以看見的是什麼 在這個環境當中 在這個困難當中提醒我們什麼 上帝用大自然來告訴我們祂自全的 便提醒我們什麼 便提醒我們是軟弱的 要承認我們的有限性 人可悲的地方是什麼 人可悲的地方是 有時候我們不知道我們是有限的 以至於有很多的困境或危險 就會在這當中 因為你不知道你是有限的 所以你的困境會在這當中 我們也可能來說什麼 我們也可能從這一個經文來講 我們也發現說 上帝透過你這樣子的信仰的利益成 他發出的懷疑的信仰利益成 來告訴我們 你要有堅定的信心跟耐心在這當中 以至於你可以解很多的果子 我們可以說什麼 我們可以說經歷困難的時候 有時候不是被那個挫折去抓住它 或是你要知道那個終極的目標 終極的意義是什麼 當你知道這個終極的目標 終極的意義是什麼的時候 你可以在這個環境底下 安然的度過 安然的毀滅 我們也可以在這個信仰的歷程去 去思考什麼 去想說 上帝透過環境來造就人 有沒有可能 有時候我們會想說 這個環境是這個樣子 但是我們去想到的是 用更高的眼光去想說 有時候你的環境在工作之上 或在家庭當中 有時候環境要苦害 當然是怎麼樣 但是上帝是用環境來做到人的 上帝會透過什麼 透過那個動盪的環境去顯明什麼 顯明他是怎麼樣子帶給人 怎麼樣子去來幫助人 這些一個那個 美國的那個神學家 也是滿有一個評論家 他在一本說說福音的大能 然後都好是無論世間有多麼黑暗 他有講到說 上帝的工作總是按照他的方式 來去成就 有時候我們會看說 欸 這很多的不可 很多的限制在這當中 但是你有沒有想過 這就是上帝的工作 這就是上帝的方法 當這個過程 當這個結果顯現出來之後 哇 我才可以從這個過往當中 去發現 上帝是多麼的真實 信實 甚至我們可以說 上帝是偉大的上帝引領人的 我們也可以透過這段詩篇 我們來去想 我們來去想說 有不可能 我們就像這個詩人一樣 他在面對這個群眾的共同體的時候 他知道這個懷疑的歷程 這個苦難 可以幫助我們去經歷 它是更豐富的 去幫助我們說 我的主是怎麼樣子 在我的懷疑過程當中 去不斷的引領我 去奠基我的信仰 以至於怎麼知道 當我回過頭來的時候 我可以去幫助人 我可以去憐憫 我想這支詩人他的經歷 他也透過這段詩 來告訴我們 來表明他的信仰歷程 來告訴我們 懷疑跟相信 不是對立 上帝容許我們懷疑 因為會幫助我們 在這個懷疑的過程當中 不斷不斷不斷的去開拓 我們的眼界 不斷不斷的去引領我們 以至於我們的信仰 我們的信心 會在他的引領之下 不斷的成長 我們一起低頭來禱告 我們一起低頭來禱告 愛我的父母 我們向您獻上感謝 主 謝謝你 謝謝你 讓我們不斷的 在你面前 經歷你的恩典 祝我們要向祢說 祝求祢 設明我們常常有時候用負面的眼光 或是想法來看待我們的環境 來看待我們的工作 祝 設明我們不知道這一切的環境 都在祢之下 都在祢的掌握當中 祝 因為祢是要度萬有 大有全能的腹 祝 祢 向祢說 祢在各式各樣的環境當中 祢是引導我們 祢是幫助我們 塑造我們 成為祢精精的器皿 祝 祢 向祢說 祢為我們開啟的門 沒有人能夠關上 祢為我們關上的門 是沒有人能夠打開的 祝 讓我們有更多的降福於祢 默想祢的話語 祢求祢來叮導我們 幫助我們 讓我們在祢安靜的懷裡面 在祢的大能當中 祢被祢刻畫 被祢雕塑 被祢使用 祢在我們生命當中的計畫和應許 主要都要在祢的大能 祢的憐憫 祢的恩典當中 不斷地成就 因這樣的禱告是 公主耶穌的聖名 阿們 我們對這一首詩 這一首詩跟我們來去回應 上帝 上帝 不管你是在哪一個階段裡面 這首詩來回應 上帝對我們的引導的代理 祢是我的主 祢我走這一路 祢我走這一路 表上我的路 我所使祢在保護 萬人中為路 祢愛我認識我 永遠不變的信 這一生絲 這一生 永遠不變的信 這一生都是祝福 鉄に目止 一步又一步 祢永遠不停 一步又一步 这是盼望之路 你爱你胸 心意我走着了 我们请来回应上天对我们的音笔 他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 用他看不见的双手 看不见的恩 我们看不见的恩 应该是具体经历到的方式 用我们的音笔的甜蜜白的方式 来因为他是佛我们的信实 也用这样子的信实 我们也带着一个感谢的心 来向上帝说 谢谢你 承担我们每天的帮助 我们再一次了 你是我的主 你我走着一路 大声我的鼓 都是你在保护 万人周围固 你爱我认识我 永远路边地区 这一生都是祝福 一目又一目 这是恩典之路 一看一手 将我紧紧抓住 一目又一目 这是奔望之路 一看一手 将我走着人生路 一目又一目 这是恩典之路 一看一手 将我紧紧抓住 一目又一目 这是奔望之路 一看一手 将我紧紧抓住 你来 你生 请我走着人生路 主 我们向祢献上感谢 主 谢谢祢一步一步地带领我们 主 我们更向祢感谢的是主 谢谢祢 谢谢祢在我们怀疑疑惑当中 甚至有时候远离祢的时候 主 祢能就不放弃我们 祢能就不放弃我们 祢能就是允许我们 甚至一步一步地带领我们 主 我们为着这样子 你信实的爱 信实的恩典 向祢献上感谢 主 祢能也要再一次地说 主 当我们在环境当中 在我们陷入地潮的时候 我们要去思想 祢的信实 祢的全能 是和我们的伟大 主 谢谢祢 因为祢的伟大 使我们可以站立在各样的环境当中 昂首 厚首 厚首 主 谢谢祢 因为祢的信实 祢那个从上 下不断有一个恩典 教过我们 使我们知道 我们在各式各样的环境当中 主 都有祢美好的旨意 都有祢信实的带领 都有祢有不改变的爱 主 谢谢祢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不断地刻画我们 不断地塑造我们 让我们成为 祢喜悦的样式 更成为祢精进的希望 主 谢谢祢 您再一次的向祢献上感谢 我们这样祷告是 公主耶稣的圣名感恩 祢美好的人 上帝信实的恩典 成为我们一天的帮助 也成为我们帮助别人的管道